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说什么呀 根本就不是对手 梁中甲的十五旅 两次奉执作战的英雄 可在满洲里呢 鹰飞了 只剩下凶了 意志力不如对方 武器级别就更别说了 那天 我开飞机想去对面看看 十一架苏俄的战机升空 迎头就朝我开会儿 我超低空飞行贴着树梢才摆脱啊 十一比一啊 双方基本就是这个实力对比 你说怎么打 还怎么打 你组都没派 还从我这儿调走了三个重贸营 去通关打冯玉祥 有你妈这么干的吗 打尖人不行 那只能讲和了 这点你在行 讲和 在拿什么讲 外交权在南京 我们拿什么跟人讲 和外国打仗 怎么能由一个地方赌党其任呢 千青末年丧权辱国就是这样造成的 现在都什么时代啊 南京还来这条把戏 其中必无诡计 什么诡计啊 这都不叫阴谋 叫阳谋 人家明摆着就要牵制住你张玄良 让你什么都得听他老讲的 少帅 你该醒醒了 此时关系东北村王厉害 你不必顾及那么多 自己独断专行就好了 撇开南京 只能撇开南京 我说这么多 就等你这句话 是 是啊 这 这 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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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都说说吧 四大爷 要不您先开个头 我说说啊 说 我在热河 站是在哈尔滨那头 照说 我没资格议论人家 人家水深火热 你在岸上吧 说啥呀说 今天大家伙谈的是苏俄战事 您老说说 咱该怎么收场 是不是要求和 老话说得好啊 贪人一兜米 失阙半年凉 老话又说 人情似指 张张薄 事事如其 局局心 我看 解决的办法 就在这两句老话里头 头一句是说 我们收回中东路 草率了吧 贪小失大 我所接知道的人 都觉得此番事件 是你主政东北以来 遭受的最大挫折 直接影响了你在全国的威望 威望 现在还谈什么威望 怎么办怎么办吧 我什么都不想做了 也不想身变 所有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 打一开始就是这样 老的各自为政不顾大局 军人阴奉扬为是不能效忠 独占大将王淑翰在哈尔滨市天天打牌 其旅长张庭书刘亦妃也是天天饮酒作乐 不是说旅长梁忠甲壮烈牺牲了吗 说出来我都臊得慌 被煤气熏死的 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 你不带兵 你不知道这里边的行情 东北军 也就是郭松陵在那一伙 叫军队 守纪旅能打仗 他现在不在了 这叫军队吗 贪污吃空想什么幺蛾子都有 不打仗摆那叫军队 一打仗什么他们都不识 这怎么得了呀 这次协议签订 双方立即停战 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中东路还是中东路 我们剩什么 我们就剩下叹息的份了 乔三 这几个月过的 乔三这几个月过的 事已如此 你也别着急了 这跟女人生养是一个道理 体力透支了 就慢慢调养吧 也难为你了 老帅留下这么重的担子 让你一个人抗着 有时侯 我还真心挺想我爸的 你不是也有了个新长官吗 他也就是个长官 能和你亲爹比吗 那是一次迫于无奈的失败 那是一次处处撤走的考验 失败能够获得教训 考验能够增长见识 这些教训和见识 对于当时的少帅 便是阴谋阳谋 洞悉了更深刻的人情事故 那时代的霹雳春秋 是 都在长长 您报哈见 都长长 中东都正病在家 早就来普及筹刀 对这个小家伙有个想法 各位有个高见 尽管说 张这个人属于新时代 华华公子 未经危难 好 摔一跤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啊 也不尽然 如果这一跤 把他摔到了阎西山和改祖派那边 从此以后和南京离心离德 你该怎么办 至构 我与女学生文学奖的关系 我会到不得把业家打罪了解决的问题 谁能报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夫人 您也坐下吃一点吧 不客气 不客气 她是不吃我们这些东西的 你又推销你的下酱 你们没觉得 那酱有个非常暧昧的气氛吗 哪里哪里 Darly 你不要走让别人适应你的事 我是没有讲法别人 我俩他们各自于所需 是不是怎样 我和总子林是各吃各的 他的食物我受不了 我的食物他也不吃 你能不能不打扰我们啊 我们这天上黑庆 要不你也坐下来听听 那我还真有兴趣 夫人请坐 谢谢 给谁啦 接着说 别忘了 我一定会一会儿 是的 ai 那我会还没想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自己刚从张家麻烦中上下来熟悉得不得了的样 长篇大论 故作惊人之语 我就弄不懂了 一个张汉青那么一个小家伙 你们收集他的飞断流畅 隐为国策 还那样精致的设计 一个晚餐八九个人 全是一些左道旁道 谁在各州当报道 他也现在在各州当报道 最近他光泛理了李宗人 把中西的关系 张富贵的元席 冯月江的西伯军 欧王精卫的家族派 赢人同盟 企图领了政府 他们这么做 不只是惊得我勾认 而想加入奔党武招 主持奔党革命 对于这样 以无人无人当国质 除了无人中国之外 别无他法 你要打仗 没得办法 那张汉青什么态度 他没有一包子中的 谁也不得着 中的 这不像他呀 你现在在拉拢他 欧阳将也在拉拢他 网友王精卫 已经派人去沈亚右翼关路的 这个小家伙 这次这种东路 与我们斗予不快 很难说 会不会被拉拢过去 这很关键吗 我呀 说个数字 你就知道厉害了 反对同盟的重病力 已达到五十亿万人 而我们呢 勉强达到六十万人 那么 谁争取到张月亮的三日外东不久 谁就是赢家 争取到这个年轻人 就是国策 你起了 昨晚上又热灯到天亮 哥不吗 哥卢睡哥 他 挤爆了这沈阳的各家高级旅馆 记一嘴 压一嘴 高地要你表何态 我就一条 欲外武 息内争 全合不全争吧 你说对了 中东路刚刚平息 一个肃窝就够你瘦了 何况还有日本 哪有空加入内战 话虽这么说 可是这些说客们都是各路的财俊贤达 你又不能怠慢了 说密的场合咱可以蜿蜒拒绝 但是你得见吧 人家的话你得听吧 我呢 就安排他们打打这个卫生麻将 按照我爸的理论 凡是大事在牌桌上都不算 所以大家就聊聊家常嘛 不论过时 这办法不错 只是耗费精力 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打呀 这是人情世故 两拨人 前一拨是顾文军带来的汪精卫的代表 陈公博一行 后一拨是老熟人 南京的五铁城两口的 你看怎么个打法 先排麻将桌 都安排了 可这两拨人都提出 给个半小时 让他们收拾来意 给 就半小时 你替我掐准了 半小时一到就往麻将桌那领 成 我一拨拨放人 你不知道 严慎的代表梁蜀舟 冯玉祥的代表文志忠 都还排着呢 咱也不能签一边输一边 签不了那么多 今天就见两拨 各位 各位 少帅已到 那马按咱们说好的一拨拨来 陈先生 您先请 辛苦了 各位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如今这老张家门槛可真高啊 不会吧 你梁汝舟 穿了严西山总司令的密系 这点门槛算什么呀 你门志忠 不也拿着冯玉祥总司令的手术吗 这有什么用啊 你我口袋里那点交接费加起来 也没人吴铁城的领头多 我听说 这次吴铁城来谁呀 口袋里边带着两百万 少帅 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 汪精卫不是托你有话跟我说吗 不 那不是根本 我不远万里 从广州坐船先到上海 再由上海到青岛 又从青岛到济南 再从济南过天津北平 你让咱们一船 你辛苦了 博彩重情 广纳迷意 如今的天下 你了解多少 少帅 多少痛苦 多少悲凉 多少蹉跎争容 我这次来见少帅 不但要救中国 还要救你 郑汉清本人 各位 各位 今儿少帅恐怕只能再见最后一波 实在是 实在是淡满各位 其实就是想见一见少帅 吴铁城先生 请 这就刚刚那个谁 那个 我连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我现在真是拿这个老先生没脾气啊 那吐抹星子都见到你脸上了 还在那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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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救中国 你救中国也就罢了 你还要救我张汉清本人 你说说 睡客嘛 语不惊人死不休 怎么 你也要惊人一家 少帅 不到东北不知道中国之大 不到东北不知道中国之富 不到东北不知道中国之威呀 我给你这话再加上一句 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麻将的赌注有多大 那就见识见识东北的麻将 民国最后完成统一之工程 乃张司令长官也 以异于之力抗全额之重者 亦张司令长官也 以为生瓦将为有情瓦将者 仍为张绍将军也 不含糊啊 吴太太不含糊 一看就是高手 这边行 行啊 吴太太 你这是要上庭了吧 人气我取 对着我就是跟庭少数 铁城在这儿呢 你跟着我号叨他能高兴咯 老六 你可要对刘先生 你别受下留情啊 你别受下留情啊 真是不会受伤 我家先生什么都好 就是名字没取好 名字 名字我这儿挺好的 好什么呀 蒋先生现如今最头疼的 就这三个字了 吴铁城 中原大战开大以来呀 济南长沙都丢掉了 你说你既然取名铁城 为何偏取吴姓呢 好了 咱们打牌 牌桌上就莫谈国事 再说你把蒋先生的麻烦 说给少帅听 这不是天堵吗 绕着绕着又绕到这事上了 那我也拿了梦了 你说蒋先生这样怎么打的 咱们打成这样 是啊 东起山东 西至湖北 南达湖南 北极河北 一百多万大军逐队厮杀 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人民福祉 党国福祉 全都打没了 少帅啊 你可真的应该管一管了 我怎么管 我管得了吗 少帅只要稍失压力 无论帮忙哪一边 内战即可告庭 东北自有东北的难处 这儿 我这儿还有个人 这儿还有个人 这儿还有个人 人 胡了 胡了 这边也胡了 胡了 手气好 不是我手气好 你太太疯去啊 少帅 今天的麻将 玩得痛苦 聊得尽兴 铁城赶出良多啊 你们两口子胆子真大啊 好得我张学良这儿来当说客 你就不怕我枪毙了他五帖招 少帅 别跟我开玩笑 你少帅这样的英雄人物 哪会干那么缺德的事啊 行 那咱们说好了 明天见 嗯 少帅留步 不送了 告辞 好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 咱们今天的第六件牌品 第六件牌品 为一组捐花 是我们少帅夫人 于女士奉制 亲手制作 好 怀德为少帅夫人的出生之地 夫人出自感恩 特制此花 来此开卖 今天所拍上款 将全部捐献给怀德在您 好 开卖现在开始 起拍价一万元 谢谢大家 现在对着他五铁城来说就是毛毛雨 你知不知道 五铁城昨天向咱们东北兵工厂 为中央购买军火 一口气购买了三十五万支 访日本三八步枪 那好歹也算不上了 算是买卖啊 啥买卖啊 人家这分明是给你送钱来了 日本原装的三八式步枪 是二十五块钱一支 咱们兵工厂仿造的是五十块钱一支 我给你算了一笔账 就这一下 给你们东北送了五百万 这 他们要干吗呀 要干吗 他武铁城市替蒋公网罗天下 这点钱散碎银两 总司令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马上准备汽车 我要去第一线 我要亲眼开开 整整是这么智慧的 汽车有 附近商丘机场就有 可是陈城长官千叮丁万嘱咐 附近冯军的骑兵旅在我后方袭扰 如果您离开铁路线 安全这会有问题啊 安全是围定的事情 马上找齐头去 是 我看哪 还是要让张见了一个全局的大官 中原战事如国如土 他一个人不可能偏安逸 是是是 坐坐坐 你们在台上班呀 总司令 以背着来看 要打破龙海平汉两县战场的僵局 还是得要下大棋 如果张汉清 不要再提这个名字 不要再提了 有些人下官死人 各自知死刑 全通象征不能破族 这些人最让高黑的国家统业 两只脚 却不能在这国家里也执着 依然是恶心恶书 可是据吴铁城的报告 张学良同样以坚决的态度 拒绝了冯颜联盟开出的高家 薛副官 今儿个你值班啊 是的 你可真是不够意思 我太太可说了 就这么点小事还用你掏钱啊 不了 好了好了 你可真是拿我们当外人喽 徐处长 我这徐处长 少帅不会又打盹了吧 哪能呢 少帅说了 帅府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对您吴代表开放 行 少帅 吴先生来了 张副司令 您又在赏话呢 你叫我什么 张副司令啊 蒋公已经宣布任命您为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了 您现在在南京 已经是仅次于蒋公的第二把手了 昨日 张群已经带了特任状和官房 到达沈阳 他托我今日 特意 与您当面商讨就职仪式的日期 你回去啊 帮我跟张群先生说一声 我张学良得庸才且 实在难就任此重任 我说汉秦啊 你不会以为 这只是一个空投名前吧 其实蒋公早有考虑 他打算不日 任命你的头号大将于学忠 为天津卫术司令 其实蒋公早有考虑 你的第二号大将王树长 为河北省主席 这样东北和平津就一气合成 全部交由您这位中华民国的 副总司令节制啊 不行啊 这个时间上太不凑巧了 你也知道 东北现在在加紧经济建设 葫芦岛驻港开工在即 你看这沈阳这乱糟糟的 我也想过去清静清静 也为了开宫典礼做做准备 这可不打劲哪 您尽管去 到时候我陪您一块去 你就别去了吧 你去 驻扎沈阳的 颜系 冯系 贵系 汪系 都派代表去 到那个时候你觉得 我还有清静日子过吗 那个回北平啊 带我向颜先生和汪先生问好 一定一定 好 好 那就一路平安 好 副帅留步吧 好好好 颜系山这回可是大出血了 这些加起来 少说也得有十万大洋 这算啥呀 听说吴铁城在沈阳 动辄上百万的往外拿钱 没错 他突然找到我 让我带他见你 别扯哪个 咱吃高粮迷的 哪能逗得过南蛮子 你给我离他们远远的 您老不见有人见哪 钱已经不算什么 中华民国副总司令的头衔 都送上门了 咱们的当家人似乎有些动心了 昨晚来殿 问我是否就职副司令之事 我毫不客气 要他远离此事 一点面子都不给 怎么能不接受教训呢 历史上我奉军几次入关都劳而无功 什么叫服从中央啊 就冲他那中东路的处理 那叫什么中央啊 这不是既吃不既打吗 东北局势 驴粉袋子外头光 平静之下暗流汹涌啊 日和两家 哪一家不在虎视眈眈打你的主意 能把东北的事儿办妥喽 已经烧高香了 我以空头鸣仙堂浑水 不值得啊 今天的东西啊 买得真值了 您放那儿吧 铁城呢 在里边呢 来 客厅里的客人谁啊 怎么看见我 拿着支票就走了 人走了 对啊 你这搞什么名堂啊 深深秘秘的 这件事啊 千万不能胜仗 将功着急了 批了巨款并亲输两封 直接队驻扎在山海关的余学中 及其部署实行策反 要他们举兵向西 盘章投奖